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去年发布的微博X70泼罗加备受关注 出众而又夸张的后置相机模组设计呢 也是一度引来了一段时间的追捧 那么这款机型呢 如今在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哪一台二手的机器是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手上这台呢 就是这位浙江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微博X70泼罗加5G版本12加256g的一个机器 机器的品质呢 也是非常不错 外观成色可以达到一个99成星 这台机器呢 还是在保100多天的品质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市场行情12加256是在4600到4700左右 相比全新机 这里也是省下了1200左右的预算 芯片方面X70泼罗加采用的是高通笑容888plus的处理器 6.78寸的双曲面瓶 加上皮质的后盖 不论是它的性能还是它的外观设计都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 后置采用5000万主色 加上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关注我们一年多的四川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 noa5polo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1100到1200左右就能入手 1000出头的预算 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机器 芯片方面 采用的也是麒麟98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后置4800万的像素 屏幕方面采用的是一个639寸的全面屏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 喜欢小屏华为p40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p40屏幕方面采用的是一个6点1寸的全面屏 后置三项头5000万的像素 单手操作毫无压力 芯片呢 采用的也是一个70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不论是拿来日常应用 或者说运行高配置游戏 再用个两天左右 这款机型依旧是非常的湿滑 目前市场128的行情是在2600左右就能入手 手上这台也是一位河南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苹果11无所128g 外观橙色可以达到一个98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也是在2600到2700左右就能入手 品质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电池效率90以上 芯片方面 苹果11采用的是a13的处理器 6点1寸的lcd屏 配上后置双摄1200万的像素 能来当主力机 这样个两年左右 这款机器性价比依旧是非常的高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广西的粉丝 照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荣耀v30polo 这款机器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五具版本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也是在1900到2000左右就能入手 657寸的前面屏 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后置三摄4000万的像素 前置呢 也是有3200万的像素 再配上4100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仅支持5G网络 机器整体的续航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2000多的预算 华为妹的30性价比一直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台5G版本8加128的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400到2500左右就能入手 首先 华为妹的30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不仅支持鸿蒙系统 同时机身呢 也是配备一个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论是日常应用 或者说运行高配置游戏 它的系统都是非常流畅的 不会卡顿 不会掉针 同时后置也是有一个4000万的像素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若打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强北陶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